陈飞宇的新剧《点燃我温暖你》 最近正在热播 陈飞宇这个名字又一次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 很多网友纷纷感叹 陈飞宇终于要火了吗 当然在火之前 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流程 那就是考古 这一次陈飞宇可真是被扒的 底裤都不剩了 这就要从他小时候说起 因为不想练钢琴 爸爸就说 不想弹以后就都别弹了 于是陈飞宇去到钢琴前 对着钢琴去晕了一弓 我说让你别弹了 你还要掉眼泪 他做了一事啊 我已经想不到 他走在这钢琴前 都给钢琴鞠了一弓 我眼泪一下就下了 我说对对对 我说你愿意弹 你就弹 你愿意弹也就算了 都成 对不起 想想那个画面 真的会忍不住笑出声 还有一次陈凯歌和陈飞宇 一起接受采访 陈凯歌爆料 陈飞宇四岁的时候 连四加四都不知道等于几 有一次打了他一巴掌 我问他四加四等于几 讲了半天 已经四岁了 你四加四都不知道 这不可以 不仅没答出来四 当我知道四加四答案是八的时候 我还没把那个数字八写写对 我画了一圈 最后记者让父子俩抱抱 抱抱一侧 还有拎一侧 不是我说 这一夹子都是喜剧人吧 这一侧 而且陈飞宇模仿他爸爸 也是很有一套 这一侧学他学他爸爸的身影巨像 不就是哑了有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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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好 这个大好 大好 模仿陈凯歌给朋友唱导戏 这简直一模一样啊 就连对女生小生这个细节都这么到位 还有陈飞宇带孩子也是实际好笑 孩子还没睡呢 自己先睡了 在综艺里被问到自己最大的性格缺陷是什么 陈飞宇太单纯了 你认为你最大的性格缺陷是什么 请真诚的回答 真期待抱怨 太单纯了 考古来考古剧 陈飞宇估计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到头来竟然成了个喜剧人 之前因为好英型支持微博 但是又有很多人对这部剧十分关注 所以网友们对陈飞宇的关注也就多了点 拿他的微博来说吧 有段时间很喜欢发一些emoji 表达自己的意思 就连粉丝都看不出来 他想说什么 去年发了一条这样的微博 这谁能看出来是在说 张杰 周深 撒鼎鼎 好英型 成了 不过又因为一些原因 单改题材 现阶段是播不出来了 不过陈飞宇就被网友们 捂成了喜剧人 我倒觉得 也不能全怪网友 他本人也确实提供了很多喜剧素材 不少表情包 是真的实用 且搞笑 再加工一下 真的要笑吐了 除了没什么偶像包袱 爸 阿瑟 阿瑟 这个确实是好大的惊喜 阿瑟 你自己拿筷子 加一块肉汁 自此之后 陈飞宇就不叫陈飞宇了 网友们纷纷称呼他为阿瑟 有人说既然如此 陈飞宇真的不考虑 走欢乐喜剧人路线吗 其实也大可不必 刻意的搞笑就很没有意思了 还是无意流露的滑稽 更加适合他 对于很多人都叫他阿瑟这个名字 陈飞宇也不生气 反而很开心的说 觉得非常亲切 最近还发微博自称自己阿瑟 我们就叫阿瑟 英文名字也叫Arthur 所以说我觉得非常亲切 他们能叫我这个名字 就像爸爸妈妈叫我一样 哥哥姐姐叫我一样 又被问到如何看淡演员这个身份 朋友说道 我觉得做演员嘛 我觉得从事这个行业 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 就是尤其是作为一名青年演员 我觉得不断学习是非常可贵的 可能这两个月的时间就能学到很多 从不管是从前辈老师身上学到的 还是从剧作中学到的 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 积累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么看来陈飞宇还是非常真诚的 最后陈飞宇的新剧 看起来真的还很不错 跟张静宇的碎皮感简直了 他俩真的是尽将再逃男女主吧 就连片场的花絮也会让人忍不住刻一刻 俊男美女谈恋爱谁会不喜欢看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像哦 从那边起 你就开始 去咱们家落下那个餐厅住场吧 好像 小方姐姐 小方姐姐 小黄姐姐 小黄姐姐 小方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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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 不信 不信